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屡在网络爆料中共贪腐丑闻,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,原本预定4日出席华府智库举行的对话郭文贵活动,主办方却在前一天宣布临时取消,并无表明取消原因。 活动主持人,美国资深记者格茨,Bill Gertz,事后发表文章表示,智库收到北京多封电子邮件施压,且他们的网站一度受到中国骇客攻击。 华府智库哈德讯研究所,Hotten Institute,3日下午发出公告,表示原定在10月4日举行的对话郭文贵活动延期不变之处,敬请原谅。 Joke,为说明活动取消原因,巧合的是,原先这场活动举行的时间,与美中官方的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也定在同一天,引发外界揣测。 对话郭文贵活动主持人格茨事后在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,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,发表文章,他引述哈德讯研究所发言人特尔,David Tell,称, 该活动是因为计划部州所取消,但也证实智库网站一度受到骇客攻击,而且攻击来自中国上海。 文章提到,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网军61398部队就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。 长期从事骇客任务,其中5名成员在2014年遭指控攻击美国企业,特尔,指出收到许多来自中国的电子邮件。 北京有人不高兴,但他不在乎北京怎么想,也不想就此取消活动,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。 歌词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指出,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多次打抗议电话,威胁取消哈德讯研究所人员到中国访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